第34章 冰雪巨龙 那时 激动瞪大了眼睛 他只觉得一股铺天盖地的恐怖压力从正面席卷而来 那压力竟然犹如实质一般 压迫得他不断后退 一直退到两位伙伴身边 那充满令人发自内心恐惧的威压中 包含着极度冰寒的气息 他的发梢 眉毛 还有身上残破的衣服上 瞬间就蒙上了一层寒霜 哪怕是拥有极致双火的他 此时都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寒颤 激动唯一能做的 就是强撑着身体挡在两名伙伴身前 不再有丝毫后退 毕竟 他曾经感受过烈焰所带来的压力 身体抗性相当不俗 和烈焰带给他的压力不同 烈焰的气息是充满了炽热的皇者威严 而眼前这极度冰寒的气息 却宛如来自九幽地狱一样阴冷 激动眼睁睁地看着 那两团如同巨型灯笼一般的蓝光 竟然动了起来 在那剧烈的轰鸣之中 一股混合着无数冰屑的龙卷飓风 已经从裂缝的最深处腾空而起 那恐怖的轰鸣 使得整座山峰都在速速发抖 强烈的微压混合着寒流 洗卷而至 激动下意识地将双臂架在面旁前 公布抵御 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 下一刻会不会在这极寒的气息中破碎 但是 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 就绝不会让身后的兄弟 被这寒流所侵袭 就在这时 激动突然感觉到自己双手处一阵发热 他下意识地松开了拳头 右手掌心中的烈阳 左手掌心中的黑月 仿佛是因为这来自外界的刺激 散发出一层萌萌光彩 前方席卷而来的寒流虽然强大 但却再也无法侵袭到他的身体 发烧并角 美貌衣服上的冰霜悄然化去 隐约之中 激动身后浮现出两到极为虚幻的透明光影 虽然那光影异常模糊 但却是真实存在的 一围淡金 一围淡淡的灰色 头戴皇冠的魁纬身躯 分立激动背后两侧 将那铺天盖地的寒意 全部抵挡在外 一 轻一声从裂缝深处响起 下一刻 那冲天而起的寒冰龙卷骤然停止 这时 激动惊讶地看向自己双手上 那两个散发着夺目光彩的烙印 他并没有感觉到庞大的魔力存在 但却感受到两股凛然不可侵犯 无比高傲的精神气息 感受着他们散发出的傲然意志 激动也下意识地挺起了胸膛 没错 在那与火属性相反的冰冷刺激下 隐藏在激动双手掌心之中 两大君王的魔灵烙印被激发了 水克火 冰无疑是水的一种表现形态 而作为火系的极致 两大君王魔灵烙印中留下的不只是他们技能的技艺 同时也有着他们那身为君王的高傲意志 在这一瞬间 激动只觉得自己胸口内那原本已经枯竭的本源阴阳缅周围 再次有了极致双火的气息 悄然律动 两大君王的意志似乎在与他本身的意志相结合 尽管面对着未知的危险 但此时此刻激动心中却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感觉 他的精神意念 在与两大君王意念结合的过程中 整个人的意念都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仿佛看到了两大君王统御弟弟世界的辉煌 也感受到了他们那高傲威严的帝皇气息 内心之中的恐惧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整个人的气质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暴躁 狂野 威严被触犯的愤怒 种种情绪完全从激动内心中爆发出来 黑白双色 带有金黑两色缅星的阴阳缅 再次在他头顶上方凝聚 地狱九日修炼 多年以来苦修的魔力 在那强大的精神意念作用下 再次得到了升华 尽管空气中的火元素是那样的稀薄 但在这一刻却依旧朝着他那仿佛世界中心火肿的身体蜂拥而至 阴阳免伤的免星赫然从一颗半迅速凝结为两颗 激动的实力也随之提升到了十四级学士 此时此刻尽管他的实力依旧渺小 但是他的精神意念却充满了强者的威严 那宛如来自地狱九幽般的阴寒气息 再也无法令他感觉到半分压力 轰 轰 轰 大地在轰鸣中颤抖 裂缝深处 一个无比庞大的身影正在从黑暗中缓缓出现 那两团巨大的蓝光也在这剧烈的轰鸣中摇曳 年纪还不到十五岁的激动 此时站在那里挺直了腰杆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就算是死在这里 自己也绝不能弱了两大君王的威严 先前 他其实完全有机会和时间呼唤烈焰的名字 传送到地心去 但他没有那么做 他不能抛下自己的兄弟 在他脑海中 甚至根本就没有出现要逃走的半分想法 什么是兄弟 同生共死 才是兄弟 剧烈的轰鸣声 每一次爆响 空气都会剧烈地波动一下 终于 接着天光 激动看清了那逐渐接近的庞大身影 尽管他的意念 已经与两大君王的精神烙印结合在一起 但当他真正看清那无比庞大的身躯时 还是不禁倒吸 一口凉气 暗紫色的鳞片覆盖全身 恐怖的身体 足有五层楼那么高 几乎撑满了整个裂缝 所以看不到他身体的长度 而那对幽蓝的光团 正是他的眼睛 背后两只巨大的翅膀只能收束在背后 猙獰的头颅微微低着 那轰鸣声 正是他脉步带来的声响 粗壮的后肢宛如乔敦一样尖实 一滴滴咸水 正从他那宛如刀剑交错的力尺处留下 这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 激动突然想起了 前世西方的一种强大而邪恶的生物 龙 轰 轰 轰 龙形怪物依旧在前行 一直走到距离激动还有五十米的地方 他才停下了脚步 他那两只巨大的眼睛 有些惊疑不定地看着激动背后的虚影 卑微的人类 是你吵醒了我的沉眠 你是谁 那龙形怪兽竟然口吐人言 缓缓低下头 两只前爪微微挥舞着 极其人性化地凝视着激动 激动沉声道 如果是我们打扰了你睡觉 我深感抱歉 但请你注意 我是人类 却并不是什么卑微的人类 你又是谁 龙形怪兽突然仰天发出一声咆哮 极为傲慢地扬起自己的头颅 我就是这里的主人 伟大的冰雪巨龙风霜面下 这片山脉 就是以我的名字而命名 难道 你认为你的力量和我相比 就不算卑微吗 虽然不知道你从什么地方 沾染了一些两大君王的气息 但是 杀死你 对我来说比黏死一只蚂蚁 会更容易一些 激动冷冷地道 那又如何 你最多只能夺走我的生命 却不可能让我屈服 巨龙风霜缓缓低下头 目光有些怪异地看着激动 尽管双方的眼睛大小 实在不成比例 但激动却依旧分毫不让地与之对视 告诉我 你的两大君王气息 是从何而来 或许 我会放你一条生路 风霜凝恶地向激动张开嘴 露出森森白牙 激动傲然已对 既然你看出了我身上两大君王的气息 那么 你认为 我会向你屈服吗 这头冰雪巨龙 似乎被激怒了 一声剧烈的咆哮声 骤然响起 刺目的紫色光芒 骤然从他身上爆发开来 激动双手烙印中的两大君王 虽然因为外界的刺激而释放出了他们的意志 但现在的激动实在是太弱小了 当那淡紫色光芒刚刚闪现的同时 他只觉得全身一冷 掌心处释放的光芒瞬间黯淡 两大君王的气息已被完全压制 而那铺天盖地的含义 已经伴随着紫光的扩散奔涌而来 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吗 激动充满傲义的眼神 突然变得有些迷茫 没有试图逃走或是做出任何反应 因为他知道 那都是徒劳的 此时此刻 他更愿意在人生的最后时刻 回想那最美丽的记忆 来到这个世界四年 即将再次回归死神的怀抱 但他却毫不后悔 以为在这个世界中 他认识了烈焰 一丝温柔的笑容 在激动已经冻得开始僵硬的面旁上浮现 面前的巨龙似乎已经不复存在 有的 只是那宛如火中精灵一般的身影 渴望的眼神从家激动眼中流露而出 他在内心深处默默地倾诉着 烈焰 知道吗 我爱你 你是我第一个爱上的女人 虽然 我再也不能见到你 为你调酒 但是 能认识你 能想着你死去 对我来说 也同样是一种幸福 我还欠你九十五年 如果有来生的话 如果我还能重活一次 一定会再来找你 一滴晶莹的泪 顺着激动右侧眼角滑落 几乎在他出现的下一刻 他就已经化为了 一颗水滴状的冰珠 悄然滑落 紫色 已经出现在他视线中的每一个角落 就在这时 突然间 激动只觉得 心口一疼 一股无法言喻的炽热 瞬间席卷全身 眼前的紫色 突然变成了红色 一层层如同薄纱般的红光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散发开来 就像是舒展的一片片花瓣 那浓烈的紫光 就像是急刹车一般瞬间停顿 消失 那无比巨大的冰雪巨龙风霜 再次出现在激动视线中 张大了嘴 巨大的蓝色 龙眸中充满了震撼之色 时间 空间 在这一刻 仿佛都已停止 就连从激动眼角处 滑落的那滴冰泪 也凝固在半空之中 一片片红光悄然舒展 最终化为一朵灿烂的红帘 出现在激动脚下 承托着他的身体 而也就在这时候 一只白嫩的手 有着纤细修长手指的手 肌肤迎白如冰雪的手 滑破虚空 悄然从激动身上透出 伸出时 中二指 轻轻地捏住了那颗 晶莹的冰珠 下一刻 火红色的身影 仿佛从激动身上 一步跨出般 就在这凝固的空气中 一步跨出 静静地出现在激动身前 尽管只是看着他的背影 激动的双眼 却在一瞬间变得模糊了 他已经分不清眼前发生的一切 是真实还是虚幻 此时此刻 在他心中只有满足 哪怕下一刻就魂飞魄散 他也心甘情愿 终于在死前的一刻 看到了烈焰 看到了那令他魂牵梦绕的身影 那千百次的记忆 他又怎会认不出 他那没有半分瑕疵的背影 吼 风霜发出一声低吼 但是 他这吼叫声 比先前面对激动时 不知要弱了多少倍 倒更像是哀鸣 但是 他这一声低吼 却将一念朦胧中的激动惊醒 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激动突然明白过来 几乎是一个剑步 就跨越到了烈焰身边 一闪身 用他那并不高大的身躯 也不宽阔的肩膀 挡在了烈焰身前 烈焰 你快走 不用管我 你为什么要来 快走 他可能是一只 石阶的水属性 神级魔兽 此时的激动 再也没有了 先前的那份高傲冷漠 他的眼眸之中 充斥得只有焦急 水克火 而且面对的 还是一只石阶的神兽 他虽然知道 烈焰有着强大的实力 可他也明白 属性相克的厉害 他绝不愿意 看到自己心中的女神 受到半分伤害 尽管他在风霜巨龙面前 是那样的渺小 但他却依旧一无反顾地 挡在了他的面前 烈焰自然没有走 那巨龙风霜 也怪异地 没有任何进一步动作 缓缓抬起手 烈焰静静地看着掌心中 那颗凝结成冰的泪珠 缓缓在自己掌心中融化 再渗入到自己皮肤之中 他的眼眸中 似乎多了一层蒙蒙红光 烈焰 你快走啊 激动焦急地催促着 一边张开双臂 挡在烈焰身前 一边回首向他望去 他看到了烈焰平静的神色 也看到了他眼中 那抹淡淡的红光 下一刻烈焰已经握住了 他的右手 轻轻地将他拉到自己身边 跪下 动听的声音 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气息 从烈焰口中响起 就在激动莫名所以的时候 轰隆巨响已从对面传来 前一刻还无比张狂傲慢的 冰雪巨龙 竟然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作者 唐家三少